佛陀佛陀 伟大的佛陀 我依靠在您的左旁 告诉我一个光明平安的地方 大家吉祥 欢迎回到我们人海慈航系列讲座 今天我们要谈的是 从欧密陀经谈人间佛教的净土 我们都知道 我们都想要寻找一个 平安光明的地方 所以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上 我们怎么样能够帮助大家 在社会里面 在现实的生活当中 也能够享有这个光明 美好的幸福生活 所以首先呢 我们先请我们的语谈人 这个妙开法师来跟我们谈一谈 到底净土有哪些 我们有请 各位观众大家好 语谈人吉祥 很多人都好奇 什么叫做净土 净土呢 顾名思义 讲的呢 就是清净的国土 也就是一个庄严的岔土 那么他呢 也是诸佛菩萨 为了要度化众生 所成就的一个 清净庄严的处所 那么要怎么样 才会知道有净土呢 星云大师为我们整理了三个内容 第一个呢 是可以从佛陀的圣言量知道 那么我们呢 在三藏十二部经里头 有很多呢 都提到了所谓的净土的思想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往生净土的事迹 那么不管是从古到接纳 很多呢 在这个净土法门修持呢 有很多的一些感应的故事 都搜集成册 所以呢 我们也可以从这里面 来得到很多的认识 那么第三个是什么呢 科学研究也可以证明 这个我们现在啊 所看到的这些天文学的研究 其实呢 是在十七世纪 由西方的一个科学家 叫做切利略 它呢是透过望远镜的概念 终于呢 知道原来地球 是太阳系其中的一颗小行星 那么我们这个宇宙呢 是有许多许多 像太阳系一样的这些恒星 散布在其中 组成了一个所谓的银河系 当然 我刚刚提到的这个切利略 它是透过望远镜的概念 知道了这个宇宙的形成 但是在两千六百年前 我们的教主 释迦牟尼佛啊 他呢 在一个证物真理的过程里呢 他也能够了解 三世的因果关系 也能够超越时空 跟空间的概念 所以呢 他提出了一些很重要的思想 包括佛观一波水 有八万四千重 乃至于呢 我们都知道一个母亲 在怀孕的过程里 十个月啊 那么这个十个月的 一个怀胎的进程呢 佛陀也清清楚楚的 在父母恩重男报经里面 来跟我们分享 所以呢 这一些东西 回到现在 完全都可以 透过科学来印证 所以呢 这个佛陀告诉我们 十方诸佛 所显现出来的净土 就在这一些里面 来做展示 那么十方的诸佛呢 他所显现出来的净土 有哪些呢 那么来举几个 大家比较熟悉的 例如 我们都知道哦 以一般的大雄宝殿 如果有三宝佛的话 中间一定是我们的 本师释迦摩尼佛 右手边 就是我们所说的东丹 那有我们的 这个药师佛 他所成就的呢 就是流离净土 那么西方呢 就是我们熟悉的 欧弥陀佛 那么他所成立的呢 就是极乐世界 那除了这两个净土之外 其实呢 最开始出现在经典里面的 第一个净土的思想 是来自于弥勒菩萨的 兜率净土 乃至于呢 从华严经里头 有所谓的清净法身 毕如真纳佛 所有的一个华严净土 乃至于呢 这个很多在家居士 都很喜欢阅读的 唯磨结晶 那么我们唯磨居士呢 也告诉了我们 所谓的唯磨 这个所谓的 唯心净土 除了这些净土之外啊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净土 叫做人间净土 那么什么叫做人间净土呢 我很好奇问问大家哦 大家生活在这个人间 我们都快乐吗 其实每天呢 我们早上都会打开报纸 或者呢 看看手机 看看电脑 来了解现在的这个 网络的新闻 那么不管是报章杂志也好 或者呢 这些网络新闻也好 我们看到的新闻都是什么 都是一些负面的 让人家产生害怕的 所谓的杀人放火 甚至呢 偷盗抢劫的社会事件 当然呢 也包括一些种族啦 政治等等 一些社会上不公不义的事情 所以让我们觉得这个社会好乱 也没有安全感 再加上呢 现在疫情这么的严重 经济不好 治安更不好 所以呢 大家普遍担心的是什么 我们的生命的问题 健康的问题 还有财产的问题 那如果我们回到日常生活啊 我们都知道学生要考试 那一般的学生担忧的是什么 我的成绩考得好不好 我怎么样考到一百分 或者我如何能够拿到A 那对于一般的成年人呢 我们一定要工作嘛 那大家最喜欢做什么 钱多事少离家近 睡觉最好能够睡到自然行 但是我们都知道 常常事与愿违 这个偏偏呢 是钱少事多 离家远 睡觉绝对没有办法 睡到自然行 那对于青年朋友来讲的话呢 刚刚来到这个社会 他普遍遇到的困难跟苦是什么 人我之间的问题 感情的问题 甚至我在工作的时候 我如何得到我的老板的赏识 乃至于呢 这个工作不好 算了 我去换工作吧 乃至于呢 现在这个手机很好啊 我可不可以多换一点 乃至于呢 我们常常身体也会有一些些的病痛 这个 但是啊 不管怎么痛 牙痛我们最常发生 对不对 牙痛不是病 但是痛起来要人命 所以可以知道 我们这个生活的世间啊 到处都是苦 有求不得苦 五蕴赤胜苦 愿增慧苦 爱别离苦 但是呢 这些苦 只有现在的我们知道吗 不 2600年前的佛陀 出生在印度的释迦牟尼佛 他也就已经知道 人间的这些苦了 也就是呢 因为这些苦啊 让他 好奇 应该要怎么样子 能够找到 离苦得乐的方式 所以呢 西达多太子 决定这个 舍弃所有的荣华富贵 因此呢 选择 离开了这个皇宫 那出了家之后 也过了六年的苦恨 那么在苦恨的过程里呢 终于悟道了人生的真理 那么也成就了这个佛道 所以呢 我们从佛陀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我们就可以知道哦 佛陀出生在人间 这个 修道在人间 成佛在人间 当然他说法 也是在人间 所以我们所在的这个人间啊 就是这么的殊胜难得 而且呢 佛陀就是因人而成的 所以呢 如果我们能够依照佛陀的教法而行 那么也可以呢 把烦恼 妄念都解除 幸福安乐 就在眼前 所以呢 这么多的净土里啊 如果我们能够把握当下的话 人间当下就是净土 那么既然讲到这一些呢 大家有没有发现 我刚才讲的这么多的净土 都是略略带过 但是呢 只要提到净土 大家最耳熟能详 最熟悉的 就是我们极乐世界的 欧弥陀佛的净土 那么 学佛的人呢 当然也希望能够 往生极乐世界 到底欧弥陀佛是谁 那他所依据的经典 又是什么呢 是不是我们来请 我们的如荫法师 来为我们介绍 好 那谢谢妙开法师 我们在讲到呢 这个极乐净土 我们呢 就一定会联想到 净土三经 那净土三经呢 分为有 无量寿经 观无量寿经 跟欧弥陀经 那无量寿经呢 是在讲欧弥陀佛 他在因地发四十八大院 然后呢 就这个往生 这个极乐 这样的一个庄严的一个净土 那观无量寿经呢 是教导我们 怎么样透过十六观的一个 修持跟修行 然后往生到这个极乐净土 那欧弥陀经 他是比较这个简略 但是呢 这个内容非常丰富的 他主要就是叙述 欧弥陀佛 这个西方净土的庄严 一报庄严跟正报庄严 然后怎么样透过 这个修道的三支两 这个净土三支两信愿行 而能够达到这个极乐净土 那接着呢 有六方诸佛 因为很称赞这个极乐净土的殊胜 所以呢 称赞这个欧弥陀佛的境界 然后要劝导大家能够往生 那最后呢 这个让大家也能够具备信心 往生不退 所以 这个让净土的整个信仰呢 非常的明确 而且很平易 近人 让大家都能够 这个非常熟悉 那这里呢 想要跟大家也简单说明 欧弥陀经呢 它有所谓的理想的世界 总共分了四点 大师呢 这个整理出来 第一个是时空无限的 这个世界 所谓的时空无限呢 就是生命是不会死的 所以这个无量寿命 那欧弥陀佛的世界里面 它是光明骗照一切的 所以它是无量的光明 所以这个也是欧弥陀佛的 这四个字的一个意思 无量光跟无量寿 那第二个是生活自在的世界 那什么是生活自在呢 在欧弥陀经里面 告诉我们 极乐净土呢 是七宝所成 黄金铺地 这个极乐净土 有这个艺术美 有这个非常天然的美 等等 大家都能够飞行自在 所以是非常自在的生活 的一个世界 第三个呢 是社会和乐的世界 在极乐净土呢 没有物质的匮乏 那人际关系 大家都是诸上善人 聚会一处 所以社会上的一个彼此 是没有斗争 大家是和谐相处的 最后一个呢 是天下一家的世界 只要发愿 往生 人人都可以到极乐世界 所以这个只要具备 信愿形 那不可以少三根福的姻缘 每个人都能够往生 所以它是一个天下一家的世界 所以在 《欧弥陀经》里面呢 这个叙述的非常的清楚 让我们都有画面 我们都可以呢 一起 这个来去感受 这个欧弥陀佛的这个 愿心 也 这个创造出一个 这么样的一个美好的世界 然后让大家能够 依靠着它 然后有一个光明平安的地方 能够去 那我们再回来讲到 《欧弥陀佛》这四个字 《欧弥陀佛》这四个字呢 就是 极乐净土的教主 极乐世界的教主 《欧弥陀佛》 所以刚才提到的 《欧弥陀佛》 无量光 无量寿 那 这四个字看起来 非常的 简单 但是呢 这一句话 是涵盖一切 那我想呢 我们平时 大家在生活上 如果是学佛的人 遇到人 我们会说 《欧弥陀佛》 人家离开了 我们说 《欧弥陀佛》 看到呢 有人受伤 我们《欧弥陀佛》 我们看到人家呢 这个非常欢喜 我们也 随喜赞叹 《欧弥陀佛》 所以在整个称念 这个《欧弥陀佛》 圣号 他好像也不仅仅 代表一个意识 他可以是代表一个关心 可以代表是一种礼貌 是一种友爱等等 所以 到底呢 我们怎么样来理解 这个无量光跟无量寿 可能不只是 从时间的寿命来理解 而是呢 他从我们的信仰上 我们的这个道德上 精神 乃至于 我们的贡献智慧 如果能够流入在 无限的这个时光 时空当中 我们能够跟 《欧弥陀佛》一样呢 我想我们每个人 都能够是 无量的寿命 能够散发 无量的光明 所以 人人都可以是 《欧弥陀佛》 《欧弥陀佛》 就是我们自己 那我们谈到这里呢 当然我们也很好奇 我们 这个刚才提到 很多很多的美好的净土 但是其实 我们不需要到净土 我们现在很方便 我们要什么东西 Shopee一下 我们要什么 Lazada一下 我们呢 要Grab food 然后Grab deliver 等等 其实是很方便的 那我们 还需要到 这个极乐净土吗 我们 虽然说 没有办法 失一得一 失实得死 但是只要我们 一直成功 我们就能够呢 要什么就有什么 那到底我们还需要到 极乐净土吗 我想呢 这个问题 是不是能够请我们吴清松 这个居士呢 来跟我们做这个分享 好 我们轻松 有请 妙开法师 如荫法师吉祥 各位观众吉祥 现在的科技 确实非常的进步发达 也带给我们 很多的这个便利 可是在人间呢 其实还有很多 不圆满的地方 尤其我们看到的 无常的变迁 身处易灭 胜老病死等等 相对于西方世界的 这个庄严无比 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的 那刚才提到 这个人类的快乐 其实是被两个因素 决定的 就是外在的物质生活 及内在的心灵世界 刚才我们提到的 科技的这个进步 带给我们人类 很多的这个便利 包括说生活的条件 变得非常的好 可是这些呢 都还只是 局限在外在的 这个物质的部分 那大家想想 物质的生活这么的好 那我们还有 学习佛法 或者说修行的这个需要吗 那阿弥陀佛呢 就非常的明白 我们说法世界 众生的这个需求 他先给我们 一个理想的世界 但也同时提供 我们很多的这个因缘 这个学习的因缘 在阿弥陀经里面 就有说到 这个众善善人聚会一处 这里的众善善人 就是指善之士 和我们在一起生活的 都是菩萨 那风吹过的声音 鸟叫声 都是在跟我们说法 这就是我刚才提到的 这个第二个 决定人类快乐的这个因素 内在心灵世界 这部分呢 其实也和我们 佛陀的这个教育 有直接的关系 那其实佛法的这个教育 除了教导我们安生 也注重这个 就是也注重这个安心 所以安生呢 它是比较着重在 或者说比较偏重在 物质的部分 那安心呢 就是我刚才提的 这个心灵的部分 所以安生与安心 是一起成长 并驾驱其的 那提到这一个安心的部分 善知识就扮演非常重要的这个角色 那在阿含经里面 有一段佛陀和安纳陀尊者 的这个对话 那佛陀就问安纳陀尊者 善知识在个人修行里面 扮演什么样的这个角色 当时安纳陀尊者就说 善知识决定一个人修行 成功与否的一半 当时佛陀就纠正安纳陀尊者 他说不是不是 善知识决定一个人修行 成功与否的全部 就是满半恨 所以谈到这一个善知识 他的这个重要性 那我们在选择善知识 就要非常的谨慎 那善知识呢 他应该是一位有正之见 能够给我们引导 也能够给我们信心的这个对象 那回到刚才 谈到的这个西方界的世界的这个条件 他不止物资的这个生活非常的好 还有这么多的这个善知识 那相对于我们这个人间 就是这么的不堪 难道就一无是处吗 也不是的 那其实释迦牟尼佛在他的眼里 哪里都是净土 因为佛陀的这个心是清净无比的 然后为心所现 为世所现 所以他看到的这个世界都是清净 他看到这个人间世界 跟极乐世界是没有差别的 那佛陀呢 其实也有他的这个净土世界 叫做华藏世界 就是法身 比如正那佛的这个华藏世界 那曾经就有佛陀的弟子问佛陀 他说 佛陀啊 为什么 其他的佛 他们的这个净土都是清净的 为什么您的这个 这个 这个世界 却是这么污染无比的 当时佛陀就笑着 显现神通 给这个弟子看 让这个弟子短暂的感受到 这个佛陀眼里的这个华藏世界 当时啊 这个弟子就感受到说 这个华藏世界 其实和阿弥陀佛的这个净土 其实是无一无二的 都是一样 庄严无比的 所以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人类 心里有很多的这个污秽 所以我们看的这个世界 当然就很不圆 所以才叫做 说佛世界 五卓二世 但其实也是因为这个不圆满 才让我们 才提供给我们一个 很好的这个修行的因缘 因为也 也因为这个不圆满 让我们需求更好 需要更加的进步 希望说能够从这个苦里面 跳脱出来 也因为这样子 让我们有这个修行的这个动力 那佛陀呢 其实也在经典里面 交代弟子 不要发愿往神天上 为什么呢 因为在天上的天人 他们都是在享福 他们有很多的这个福报 可是他们都只是在享福 都只是在享福 没有这个因缘去清净三知识 也没有这个因缘去听闻佛法 所以在天上呢 其实是在耗福而已 消耗自己的这个福报而已 那佛陀呢 佛陀呢 同时也告诉我们啊 人生难得 佛法难闻 我们今天能够得到这个人生 尤其能够身在有佛法的这个时代 这是非常稀有难得的 也要有很大的这个福报 才能够有这样子的这个因缘 所以在我们求愿往生净土的同时呢 就要在当下这个人生 拥有这个人生的时候 要当下努力 把这个三知良 幸运与行 培养好 也把这个福的资源 把这个福的资良圆满 如果我们能够在当下 把这些都做好的话 人间就是净土 释迦摩尼佛的这个华藏世界 就能够在当下实现 那我们在未来往生 阿弥陀佛的这个净的净土呢 才能够化身到更加庄严的上品上升 所以净土不用等到死亡后才去 而且往生净土的这个条件 其实就在当下 这一期生命的圆满 所以生死也是当下一体两面的 那所谓不知生厌之死 要活得好 我们才能够死得好 如果活着的时候 心里是充满遗憾的 怨恨 无偿来临的时候 我们就会心 心就会得不到安宁 那如果 如何要活得好呢 其实可以 就是多做善业 让自己的这个 平时要多做善业 让自己的这个心 和善的念头相应 和这个善的心所相应 幸运大师呢 就鼓励我们 要行善好 说好话 存好心 做好事 我们做了很多的这个善业 当然我们也要懂得 怎么样保护我们的这个善业 那要怎么保护我们的善业呢 在家中最好能够守持五戒 因为持守五戒呢 其实也是一个保护人生的方法 这一世如果能够把五戒持守得好 下辈子就不用担心失去人生 所以五戒呢 其实也被叫做护福法 保护我们福报的方法 大家想想 在这五戒里面 只要我们犯了其中一个 严重的话 都很可能会 因为触犯国家的法律 而失去人身自由 如果到时 我们就算有 再大的这一个福报 我们都没有办法去享受 所以大家可能也会在想 做了这么多的好事 那都还不确定 就是可能大家也会担心说 就是做了这么多的好事 下辈子是不是真的能够往生到好的地方去 可能大家 可能一些人还会有心里 心里会有这样子的疑虑 那在佛陀的时代 曾经就有一位长者 他是非常乐善好事 平常也常来听闻佛法 可是随着年龄的这个增长 他心里也很担心 很忧虑 因为他毕竟不是一个觉悟的人 就是他不能够看到说自己往生 未来能够往生到哪里 所以他很担心 他来见佛陀 问佛陀说 佛陀啊 我死后会去哪里 我很担心 那佛陀就跟他讲 他说就像一棵树 如果说他从小 生长的方向是东边的话 那他倒下去的时候呢 也必然是会往东边倒下去的 那同样的 如果说我们在生的时候呢 都积极的行善 把这个五界持守得好 那我们往生的时候呢 肯定是往生到善的地方去的 那回到这个人间净土 跟这个西方其他世界净土 这其实也是一个所谓的这个生与死的这个功课 我们不要跌入一个陷阱 就是以为说现实的这个生活 现实的这个人生是非常的悲苦的 一无是处的 所以就一直期望死后的这个乌托邦 因为如果没有把这一期的这个生命过得好的话 培养该培养的这个福 这个福的治疗 我们是绝对没有办法往生净土的 所以佛教不是一个重死的宗教 佛教是一个正式生与死的宗教 所以有观现菩萨救苦救难 就是解决生的问题 阿弥陀佛建议往生 就是解决死的问题 那如何要用正确的这个态度 来面对生死 处理生死 甚至解脱生死 那我想这个部分 我们有请如荫法师 跟我们做详细的这个解说 师父请 好 谢谢欣松 那我们来谈谈 这个怎么样面对生死 那到底生死可怕吗 其实我们要知道 当我们明白 这个生死的问题 我们能够惨然的面对 它其实就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可怕 那生死呢 就好像从这扇门到另外一扇门 就从这个环境转换到另外一个环境 佛教里面呢 关于死亡的观念 他有举了几个辟语 第一个呢 他说死呢 就好像出玉 这个牢狱的玉 就好像呢 我从牢狱当中 那个释放出来 他是另外一种 不再受这种束缚 那第二种呢 死如再生 例如麻出油 从这个油落变成疏 所以死亡呢 是另外一种开始 他不是结束 第三种 死如毕业 我们平时我们在学校读书 我们总是有一个毕业的一个过程 那死呢 就好像毕业了 就是在我这一段生命 已经到一个段落了 所以我要领了我自己的这个证书 我要呢 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报道 所以呢 是死如毕业 那第四呢 死如搬家 我就是从这个身体破旧腐朽的 这个身体屋子搬出来 要报另外一个新的物质 那第五呢 死如换衣 我们的死亡就好像脱掉这个破旧的衣服 换上新的衣裳一样 那最后呢 死就好像新陈代谢 我们身体上的组织 每天都需要新陈代谢 死了这个旧的细胞死去 那新的细胞才能够长出来 所以同样的 我们要换去 这个过去 来自于腐朽的 这个 这个过去 那我们呢 就能够达到一个 这个未来 更美好 来自于有新的生命 所以当我们了解到这些正确的观念之后 其实我们就会 慢慢的去坦然的接受 那死后的世界到哪里 其实是更重要的 我想呢 在这里也跟大家分享一段 应该是两年前 我非常深刻的一段 这个人生的经历 那这段经历呢 是我回到了印尼 我的家乡绵兰 因为要犯证件 那在这个过程呢 我当然有去探访 这个我的婆父 这个因为这个80岁了 所以呢 也很久没有看到她 所以呢 我就去 这个拜访她 那那段时间 其实 平时我可能去拜访 我就一下子就离开 但是不晓得为什么 那一次的拜访呢 我大概停留了 足足将近半小时 然后开始跟这个阿贝呢 这个开始讲讲话 你有没有念佛啊 她说有 她是在那念净土文 我说那你有没有想要 跟我爸爸讲话 要不要跟我哥哥讲讲话 所以我就开始开 video call 让她呢 也可以跟他们见见面 所以那段时间 我们大概停留了半小时 也跟她谈谈 这个身体怎么样啊 这个平时要多念佛啦 那我离开了这个她的家里 那两天后 在我这个在佛光寺 我们刚好有这个共修 这个那个共修刚好就在送 阿弥陀经 所以我在共修的时候 我就一直接到电话 但是因为这个没办法接 所以我等到共修结束 我就去拿起电话听 说这个阿贝 这个刚刚和受两下 然后呢就这个离开了 所以就赶快这个处理 这个后面的后事 那整个佛寺呢圆满之后 我的隔天 我就从绵兰要飞到这个 另外一个地方叫雅加达 印尼的首都 所以那次呢 可能买不到机票 所以买的机票是晚上的 那到了雅加达呢 已经是半夜 这个将近十二点 所以在这个过程 因为也刚刚呢 整个阿贝的佛化 这个佛寺的圆满了佛化 所以呢 我就在飞机上 开始打开 那个大师的这个小重书 死后的世界到底会是怎么样的 所以我在翻阅翻阅翻阅 所以我就这样子沿途把它看完了 所以等我下飞机的那一刻 我突然间开始想象 其实那个当下是什么样的状态哦 我就看到我身边的很多人呃 乘客就一直往前面走很快 我就在想这个感觉上好像呢要赶去投胎 那我呢 这个慢慢走 虽然我对这个雅加达的机场我不太熟悉 但是我不会害怕 那不会害怕的原因呢 我就开始思考 我这个地方不熟悉哦 但是为什么我不会害怕 我想了想啊 那因为我已经联络好这个雅加达的一个佛友来接机 我也已经确定他已经是在这个机场的门口等我 那我就开始边走一边在思考 我为什么会不害怕哦 因为我是印尼人 所以呢 我所有的标语标志我都看得懂 啊 我本身呢 这个也都准备好所有的证件 所以呢 护照啊等等 我都已经是具备好 所以呢 我非常的踏实 在走这一段 看起来我很陌生的地方 所以整个过程呢 我其实在想 嗯 大概往生的概念 会不会像这样子 可能在我不熟悉的地方 我就会害怕 但是当我知道 我已经准备好所有的 这个刚才说的条件 我其实就不再那么样的惶恐 我更知道 我平时呢 都有跟阿弥陀佛 跟观世音菩萨 跟大世智菩萨 都有呢 这个来往 都有呢 联系 所以呢 我更清楚 我去到那边 就会有人来对接 来接 好 那整个过程呢 就到了亚加达 办完事情 我就回到棉兰 然后事情也办完了 我就要回到 这个马来西亚 那在 要回来马来西亚的前三天 这个也是很有趣的 这个 寺院的 这个 很多的 信徒也好 这个法师也好 就开始问我说 你想要吃什么 开始呢 每一餐都带我去吃一些 我可能以前喜欢吃的一些食物 或者是当地的一些美食 我就马上联想到 在我阿贝的这个佛式 其实那五天里面 我家人 大家都在问这个问题 阿贝平时喜欢吃什么 所以大家就开始去买这个 买那个 他早上喜欢喝咖啡 喜欢吃什么 喜欢吃什么 所以我就开始想象 这些信徒在问我喜欢吃什么的时候 好像我也是在 要前往另外一个国度 这个所谓的往生的这种概念 所以我当然觉得很有趣 到了最后一天 到了最后一天 我要上飞机的那一刻 我就看到佛友 大家依依不舍 但是 带着是一种祝福的心 来宽送我 我心里面是这样子想的 今天 因为大家知道 我要来到马来西亚 因为知道 我在这个地方 会过得很好 会学习的很多 乃至于 更清楚知道 我今天 到了马来西亚 来到全世界去学习 有一天还会 回到了印尼 乃至于趁愿再回到 这个所谓的印尼 来宏法利生 所以他们带着 是一种祝福的心 来宽送我 就好像 我在宽送 所谓的阿贝 乃至于 这个所谓 往生者 王者 当我清楚知道 他即将要去的地方 是一个美好的地方 我们虽然不舍 但是我们会转换成 是一种祝福的心 所以 整个过程 我想呢 我非常的 感动 也非常的 谢谢 阿贝 这个用这样的一个 死亡的一种视线 然后也让我呢 能够重新的 对于生死的这个课题 重新的做一些理解 那我想 刚才师父呢 在文章里面提到 要有正确的观念 其实我们知道 我们未来要往哪里去 我们就不会害怕 所以 当我们谈到呢 这个死 我们也要来谈谈 身 那人间佛教呢 在整个 基本的思想呢 就谈到有一个 先生活或生死 那先度生或度死 乃至于先缩小或扩当 那到底呢 我们是怎么样来建设 这个人间净土的 那我们是不是也请 妙拍法师 来跟我们 这个分享 好 谢谢如荫法师 刚才那么精彩的故事啊 我相信呢 大家对于 阿弥陀佛 所谓的接引往生 应该会有一个 很全面性的一个了解 当然 回到人间佛教的角度 我们呢 必然要先生活 后生死 那 我们的这个 人间净土 应该要具备 什么样的条件 才能够 让我们 今生就能够得到安乐呢 那么大师告诉我们啊 人间佛教 有几个基本的概念 什么叫做人间佛教 第一个 佛说的 第二个呢 是人要的 第三个 是善美的 净化的 能够呢 帮助增进 幸福人生的教法 都是人间佛教 那我们就从 这样子一个概念 可以理解 人间佛教 它的概念就是 增进幸福的人生 也可以成就我们 这样的一个 人间净土 所以呢 既然它是一个 当生就能够成就的 那么 大师告诉我们 我们要具备 八个条件 当下 就是 人间净土 那哪八个条件呢 我来先念给大家听 第一个条件呢 是 国土没有 环境的污染 第二个条件呢 是 经济 没有财产的占有 第三个呢 是 生活没有 恶人的残害 第四个呢 储重没有 人我的是非 第五 交友没有 猜疑的误会 第六个 政治没有 迫害的冤屈 第七个 交通没有 事故的发生 第八个 社会没有 阶级的差别 各位 当我念完 这八条 你有没有觉得 哇 这个生活 好幸福哦 那么第一个提到 我们的国土 没有环境的污染 讲到这个 环境污染哦 是我来到马来西亚 印象最深刻的 一件事情 那么我们就讲 最近 这个 COVID的疫情啊 造成全世界的恐慌 当然呢 以我们马来西亚来讲 这个为了要让疫情 降到最低 所以政府颁布了一个 所谓的行动限制令 所以呢 老百姓不能外出 如果你要出去的话 必定要去申请 政府批准了之后 人跟车子 才可以出去 结果呢 这个 行动限制令啊 大概有两个月吧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 MCO期间啊 我突然发现 一个很好玩的现象 第一个呢 是因为车子没有出去 所以呢 二氧化碳的排放 也变少了 那么大家呢 被 必须要在家里 不管你是学习也好 工作也好 那么除了促进 家庭的一些互动之外呢 我们的垃圾啊 也变得不能随便乱丢 以前我们走出去 车子一开 车窗一拉 一个垃圾就出去 所以呢 无形中我们开始破坏了整个大自然的环境 所以呢 这段时间我们突然发现 核川变干净了 植物也变美丽了耶 然后更好笑的是 我突然觉得空气变得好甜 这个是我很特别的一个感受 也就是说 当下我有一个深刻的觉受就是 原来这个就叫做人间净土 但是呢 慢慢的CMCO 或者是所谓的RMCO等等 陆陆续续开放 结果呢 我所在的这个地方叫做雪州 才一个月的时间呢 竟然引起两次到三次 河川污染 河川污染 造成什么问题 政府只能停水 因为他必须要把这些污水 重新做好处理之后 我们才可以使用 但是呢 政府却告诉我们 这个疫情期间啊 要常常洗手 是不是就跟我们的 这样的一个生活违背了 所以呢 大家生活一定是叫苦连天 对不对 但是这个要怪谁呢 很难说 所以啊 我们只有一个地球 如果说呢 大家能够爱护这个地球 就像我们常说的 这个吃素 可以减少碳的排放量 所以呢 国际佛光会提倡一个 所谓的素食A计划 让大家呢 全民一起来吃素 甚至呢 我们能够养成一个习惯 不要乱丢垃圾 让大家都能够享有一个 清净的人间净土 那么我相信呢 刚刚提到的 河川的干净 空气变甜了 植物变美丽了 不会只有我们这一带看得到 甚至呢 希望我们的世世代代的子孙 都能够享有这样一个美丽的山河 乃至于呢 未来大家啊 一样可以到沙巴 到沙劳岳 看海 乃至于呢 大家都可以在这里吃到好吃的榴莲 红毛丹 乃至于山竹 喝到好喝的椰子水 那么当下不就是人间净土吗 那么再来呢 这里也有提到 这个人我之间的相处啊 怎么样没有是非 甚至没有产生一个误会 这个大师呢 就讲了一个很好玩的故事 他就是说 这个张家跟李家呢 两个人是邻居 结果这个张家 天天在家里闹出来的声音 都是吵架打架的声音 可是呢 隔壁的李家 天天传出来的都是欢笑声 所以这个张家就很好奇 奇怪这个李家 是怎么样子的一个生活 为什么大家都能够天天这么快乐呢 所以张家就来到李家做拜访 那就好奇啊 为什么你们的家 天天都充满着欢笑声 这个李家很可爱啊 他就说 因为啊 我家都是坏人 所以呢 我们没得吵 蛤 你们家都是坏人 这个换张家 很好奇啦 所以呢 李家就举了一个故事 他就说呢 就像我们要喝水 这个杯子啊 如果没有放好 我们可能随便一碰 这个杯子就会掉下来 结果呢 如果这个事情发生在您家 我相信呢 你们一定会想 哎呀这个杯子是谁放的啊 怎么乱放 害我一碰就打破了 所以呢 听到的人也不高兴 说的人也不高兴 大家彼此因为意见不合就吵起来了 因为大家都是好人 我是对的 但是呢 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我家 哎呀 就是因为我不小心 手肘一靠 杯子就掉下去了 对不起对不起 是我的错 那么听到这个讯息的人呢 他可能是放杯子的那一位 他当下会觉得 哎呀 如果我可以把杯子放里面一点 你就不会打翻了 所以呢 大家彼此都在一个道歉的过程里 哎呀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所以呢 大家拿抹布的拿抹布 这个扫玻璃的扫玻璃 一起共同完成这个家庭 所以呢 这个人我之间啊 没有没有是非 大家当下把话讲清楚 说明白 所以呢 这个当下呢 也是一个人间净土 那么刚才还有提到一个 社会没有阶级的差别 这个呢 就让我想到满千法师讲了一个故事 他说啊 这个全世界呢 最平等待遇的国家 竟然是我们的瑞士 那怎么说呢 他说这个瑞士的总统啊 有几位总统 他是坐着公车上下班的 那么有一届的这个瑞士的总统呢 他因为公务很繁忙嘛 所以呢 只好搭最后一班的bus车 要回到自己的家里 那这个公车司机呢 就依照平常的方式 慢慢的把车子往前开到最后的终点站 那么这些乘客啊 就陆陆续续的下车 那后来呢 就到快要即将抵达终点站的时候 就剩下总统跟另外一个乘客在车上 所以呢 这个总统呢 就跑到前面 就问这个司机先生说 我的家呢 就在终点站倒数第二站跟第三站的中间 如果你方便的话 可不可以在第三站过去的那个路口把我放下车呢 结果司机先生啊看了一下总统跟他说 不行 你呢乖乖在公车站牌下车吧 这个总统没有生气 他就摸摸鼻子回到自己的座位 等到到了公车站的时候他才下车 那最后一个乘客呢 就很好奇啦 诶 为什么他不要让总统下车啊 那他就抱着一个好奇的心 就跑过去问司机先生 他说司机先生啊 我的家呢 在终点站前面的那个路口 你可以提早把我放下车吗 结果司机先生竟然跟他说 OK 这个乘客就很好奇 就问我们的这个司机先生说 刚才那位不是总统吗 你为什么不要让他在路口就下车呢 他说 就是因为他是总统 我爱惜他 我不要让人家对他觉得他耍大牌 他耍特权 我们呢 大家都是平等的 所以呢 我要把他放在公车站 让他自己走回家 但是呢 你跟我都是老百姓 我当然要以服务你为主啊 所以呢 在路口我就可以把你放下去了 所以各位 人间净土在哪里 人间净土啊 如果我们能够符合刚才大师所说的这八个条件 我相信当下 我们就能够具足这样子的一个姻缘了 当然我们知道这个人间净土呢 除了具足这八个项目之外 当然呢 也有人说 人间净土这么殊胜啊 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子去修行 那也可以跟阿弥陀佛相应呢 讲到这一个哦 我想呢 要举我们新元大师教我们的石修歌的内容 来告诉大家 如何在人间佛教里就可以修行 那么我们现在先来一起来唱这个石修歌好吗 好来 一修人我不计较 而修彼此不比较 三修筹 三修处是有礼貌 四修见人要微笑 无手持困多到 无料只须它弄激 有胜大人要后到 七修心内无烦恼 阿修口中多所好 久修所教 皆君子 世修大家尘佛道 若是忍忍的世修 若过净土了逍遥 各位 这个世修啊 在日常生活里难不难 要忍我之间不计较不比较 可以说简单也可以说很难 就看我们当下愿不愿意放下 待人处事要有礼貌 甚至见人要微笑 我就想到佛光山有一位长老 听说他刚开始出家的时候 都面无表情 甚至他的嘴角是往下弯的 大师看到我们这位长老就告诉他 出家人要让人家觉得我们很欢喜很喜乐 所以要想办法让你的嘴角 从往下弯变成往上弯 所以我们这位长老师兄 就想尽办法要改变他这个习惯 所以他就每天对着镜子 把他的嘴角往上直 因为刚开始不习惯嘛 都先用手去把这个嘴角往上弯 那么弯久了弯久了 他说呢刚开始嘴角真的好酸 因为不习惯 但是呢慢慢慢慢 这个从手啊 开始把这个嘴角用弯之后 慢慢养成习惯 他发现后来不用手 他自然这个笑容就往上弯 那么在嘴角往上弯的当下 他突然发现 诶在弯嘴角往上弯的那个过程呢 自己的心好像慢慢的 也随着这个嘴角的弯度往上翘的当下 也开始变成快乐 也开始变成喜悦 所以呢他就发现 当我们用一个欢喜心 跟一种这个微笑的这个面容 跟人家互动的时候啊 不但别人欢喜 我们自己也很欢喜 所以呢 如果我们常常能够见人就微笑啊 我相信他也是一个这个行三好的方式 乃至于吃亏不要紧 待人要厚到 那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如何让心里没烦恼 我记得大师常常说啊 佛在哪里 我们常常都说佛在心里 但是佛真的在心里吗 佛在心里是很辛苦的 因为我们的内心有很多的贪嗔痴 我们的心被贪嗔痴占满了之后 佛在哪里 他没有位子耶 所以呢 如果我们呢 能够洗下我们的贪嗔痴 那么在人我之间的一个互动呢 多一份温柔 多一份慈悲 甚至站在一个体谅别人的角度 慢慢的这个透过慈悲洗舌啊 我相信 呃 在这样一个过程里 因为欢喜进来了 慈悲进来了 自然呢 佛也进来了 所以呢 大师教我们的这个实修歌呢 如果我们能够朗朗上口 甚至能够运用在生命里 我相信佛国净土就可以任我们 任意逍遥了 好 那既然呢 我们已经知道这个人间净土的一个修持方式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有提到 这样一个修持方式 自然跟欧弥陀佛所显现出来的极乐世界 是息息相关的 那既然是息息相关的 那我们就知道 我们要到这个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 念佛是最方便的方法 也是最容易行持的法门 所以呢 在这里啊 我们要来请教我们的如荫法师 到底我们应该要如何念佛 才可以跟欧弥陀佛感应道教呢 我们来请如荫法师 好 谢谢妙开法师 我们谈到念佛法门呢 我想它就是不受时空的限制 所以是很方便的一种修持 那念佛呢 我们还是先回到 先让大家了解 念佛它总共有四种 那第一种呢 叫做持名念佛 那是我们平时在念佛比较常会运用的 就是呢 我们一心一意 然后呢 一句一句佛号 那跟着念 然后专心来这个念词 那第二种呢 是观像念佛 我们呢 就可以对佛陀的这个圣像 我们来一一的去观想它的这个画 然后呢 是分明的 清楚的 那第三种呢 是观想念佛 所以我们用观想这个佛陀的这个种种 教导我们的十六观啊 这个 来让它成就 那最后一个呢 也比较难的 叫做十相念佛 也就是法身观佛 是从观至身到观一切万法 它本来如是 的这种念佛观 所以我们在初学佛呢 我们大概比较 常鼓励大家的是一个持明念佛 那持明念佛呢 它有好多种方法 那我们可以呢 先来认识 它有明词 然后就把它念出来的 然后有末词 末念的 或者是呢 半明半末 乃至用观想 乃至用追顶念佛 我们用这个佛号声呢 这个一直往上追顶 让我们的杂念能够呢 这个去除 那再来是礼拜的念佛 然后用这个 拾口气的念佛 这些呢 都是我们可以 运用的这个持明念佛 那在星云大师呢 师父 这个有特别教导我们 是不同心境的念佛 那总共有分四种 一种呢 叫欢欢喜喜的念佛 第二种呢 叫悲悲怯怯的念佛 第三种叫 空空虚虚的念佛 最后一种是 恳恳怯怯怯 这个老老实实的念佛 那我们呢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欢欢喜喜的念佛呢 它所要教导我们的 是怎么样让我们的念佛 能够念得欢喜 能够用一些愉悦的心情 来这个持明念佛 我想呢 我们待会我们就 依照这个四个不同心境的念佛呢 我们一起呢 带领大家 我们一起来念佛 好我们开始 我们下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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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刚刚呢 这个是欢欢喜喜的念佛 第二个呢 是 悲悲怯怯的念佛 有些人呢 说他在念佛的时候 他还是呢 这个有非常的 多的悲苦 他想要呢 这个传达出来 所以 这个我们呢 可以怎么样来 用悲怯的心境来念佛呢 我们呢 可以 对着佛陀 就好像呢 看着我们的母亲一样 我们可以跟他 这个 哭诉 我们可以呢 有感情的念 我们把每一句的佛号呢 就好像 在跟佛陀 在倾诉 所以呢 这个感情呢 流露出来 我想呢 这个也是另外一种念佛的方式 那我们一起呢 来 这个悲悲怯怯的念 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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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 可以 想念佛 你 能力 跟 南無奥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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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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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呢 刚刚念的是 卑卑怯怯的念佛 第三种呢 叫空空虚虚的念佛 我们知道 我们在念佛的时候 怎么样能够把 自己融入在 欧弥陀佛的圣号里面 我们念佛 只剩下一个 欧弥陀佛的声音 把整个 我们想要跟欧弥陀佛 乃至于跟 这个当下的这种境界 我们可以融为一体 然后植入我们的内心 所以 每一句 我们都清清楚楚 是没有执着的 没有计较的 没有比较的 这样的一个念佛呢 我想也是 可以让我们 能够跟欧弥陀佛 感应道教 所以 我们来试看看 这个自由调的念佛 是没有执着的 能够跟欧弥陀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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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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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也就是我们的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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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敬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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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